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网友翻出他三年前在一段快问快答的访问中 说自己最喜欢的国家是台湾 引起中国广大网友不满 通报上广电总局被标签为台独艺人 并要求封杀宋云化 宋云化随后在其微博上发出道歉声明 对以往快闪提问中的不过脑说出自己最喜欢的国家是台湾 深感抱歉并强调中国才是自己的祖国 而与宋云化处竞相对照的是 一位从台湾转学到厦门的小学生林子勇 日前在电视节目中高喊自己是从台湾省来的 受到中国网友们的追捧 纷纷点赞 而最近另一个相关例子 则是台湾男投名和国中主案合唱团在维也纳的演出 日前在中国的压力下被取消 看来这个一中原则不但一人得小心遵守 现在是连台湾的中小学生也不放过 强调两岸一家亲要做到心灵契合的习近平 是否真的了解台湾年轻人的心声呢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邀请台师大 政治学研究所范世平教授 以及前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台美关系研究中心 访问研究员陈以兴博士进行深入分析 台湾女星宋云化发表道歉声明 与之前的周子瑜事件有何一同 台湾民众的反应如何 范世平表示 大家觉得她很可怜 因为遭遇到这样一种压力 像周子瑜事件 周子瑜只是拿了一个中华民国国旗 就被中共这样一种高压的方式逼迫出来道歉 好像ISIS恐怖分子威逼人之一样的方式 这件事也引发了大家对周子瑜的同情 她在2016年总统大选的前一天晚上发表道歉声明 导致了蔡英文的高票当选 我觉得中共现在对台湾年轻人有两个问题 我不觉得她是不了解 而是她不愿意去面对 第一个就是台湾的民主自由法治的价值 已经变成了台湾人的DNA 从小就这样受教育 这不是一个由上而下 而是由下而上的社会 对于中国大陆这种由上而下的社会而言 这种思维模式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 第二就是台湾的国家意识 这是中共从来不愿意接受的 台湾从小的教育是认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名字叫做中华民国 很多台独工作者的想法就是这样的 台湾已经是独立的 名字叫中华民国 不需要再独立了 所以对于这种台湾人 普遍认为自己是独立国家的情况 台湾人拿了中华民国护照 只要不去中国大陆 去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都可以通行无阻 而且受到了应有的尊重 绝对不会怀疑自己不是一个国家 所以当宋云化被问到最喜欢哪个国家的时候 他当然会讲到的是台湾 难道他会忽然告诉你说 抱歉 我喜欢台湾 可是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台湾只是一个地区 这是不可能的 除了宋云化事件之外 最近还有两个事情受到关注 一个是六年级的小学生林子勇 说他三年级的时候从台湾省转来厦门念书 还说他在厦门交了很多好朋友 并唱了一首童年 希望是美好的回忆等等 另一个则是台湾南投名和国中主案合唱团在维也纳的演出 日前在中国的压力下被取消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仲彦批评北京当局打压艺文工作者 威迫他们政治表态 不是当代文明社会应有的行径 以政治因素考虑 限制民间企业 艺文工作者甚至是中学生和小学生的言论自由 无助于增进两岸人民相互了解 更无助于国家文明的进步发展 您怎么看民进党政府对此的回应 陈以信认为 事实上民进党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回应 预设的是北京当局有意识的打压 这样的做法事实上站在宋云化的这边 也感觉到是有一点基于选举 有政治操作的意味在 我必须要指出 宋云化的这次事件 跟之前周子瑜事件 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毕竟当时周子瑜未成年 是一个高中生 而现在宋云化是一个成年人 比较能够为自己的言论 和后面解释的言论负责 其实当时周子瑜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正好是总统府的发言人 我记得当时就已经强调了 我们认为台湾人 对于中华民国和青天白日 满地红国旗的情感 是不应该受到如此的伤害 而且两岸人民的情感 也不应该受到这种刻意的挑拨 这对两岸关系长远的发展 都不是一个正面的帮助 大陆当局对于台湾的年轻一代 对于台湾和中华民国的认同 都不是很了解 其实这也是问题之所在 这也是马政府在执政期间 不断地要求对岸 能够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 只有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 才能够无论在历史和现在 在两岸关系上面 才能够带来机会之窗 和未来根本性的通过 这一点我认为北京当局 也应该要认真思考 根据一份最新的民调 台湾民众被问到 是否赞成蔡英文 在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情况下 与大陆政府谈判 结果有46.3%民众表示赞成 36.7%不赞成 一级禁办台湾民众赞成这样做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表示 同样问题去年2月也做过调查 当时赞成比例为36.2% 不赞成47.2% 民调单位作出的结论是 过去一年半台湾历经重重外交打压 民众对接受两岸同属一中态度 已明显翻转 交叉分析更显示 无论蓝绿或中间选民 赞成蔡英文总统接受 两岸同属一中情况下 与对岸谈判的比例 都出现显著增加 不赞成比例则全面减少 您怎么看这份民调 台湾民众对两岸同属一中的看法 是否真的出现变化 范世平表示 我尊重这个民调结果 但是因为这个单位的特殊性 另外就是 我比较看重长期的民调 如果这个民调是真的的话 我认为蔡英文连任的几率就会很低了 国民党应该会很高兴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就表示人民 还是怀念国民党过去的立场 其实习近平这次见连战的时候 特别提到 完全理解台湾同胞特殊的心态 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现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 其实我觉得习近平讲的这个话 我是非常支持的 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表示他也愿意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 但是其他一些事情 我们看到了不同 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主席有这样的哑量 可是下面的一些人做的却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很多台湾人很迷惑的就是 到底中共做的哪些事是真的 习近平主席讲的话是尊重 可是下面做的事情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怎么从这份民调看台湾民众对于打破当前两岸僵局的期待 陈以兴认为 我觉得这份民调其实是有问题的 我认为这个民调的问题本身不是很专业 所以我们无法了解到底是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同属一中的想象 还是对于九二共识同属一中的同意认同 所以才认为应该和中国大陆进行谈判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 其实这份民调的结果应该凸显的是 越来越多的民众对于两岸的僵局和不能够对话的状况感到不满 而这样的不满事实上 也是对于马政府时期两岸的和解政策带来的繁荣稳定的一种怀念 所以我认为蔡政府应该正视这份民调 看到民调后人民的心意 并且能够适当的调整两岸政策 抓回台湾在两岸关系上的能动性 这样才是民众希望真正看到的未来的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展现的趋势是单方化的处理 也是台湾方面丧失能动性的结果 使得硬得更硬 软得更软的处理方式 伤害了两岸之间的情感 尤其是台湾方面青年人的看法 这是未来北京当局需要调整的 两岸政策尤其在台湾方面 不能够快问快答 也不能够不过脑 所以两岸政策最敏感的特性 就是要好起来很困难 要累计很长的时间 要坏的话很快速 依稀之间就可以崩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何能够稳定两岸关系 是台湾政府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也是现在蔡政府如何调整两岸政策 找回两岸能动性维持未来稳定关系的最重要的责任所在 范世平表示 我觉得两岸交流的几十年来 在政治的这一块 中共始终都是不愿意触碰的 但是我觉得政治这一块 如果不突破的话 经济和文化问题就很容易遇到天花板 所以我们看到马政府这八年中两岸的经济交流很密切 但是当遇到福茂协议的时候 台湾民众发生太阳花学运 就是因为怕被改变自己的生活 怕被统一 所以政治问题对于中华民国的存在 对于台湾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中共一直是否认的 这个东西不改变的话 两岸的交流一定会遇到瓶颈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孙文广被抓是中国当局打压反政府情绪行动的一部分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6日 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当局抓捕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 而且是在美国之音现场电视广播的电话采访节目上抓走他 目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统治正在受到严重的挑战 一些观察家表示这种局面导致中国的安全机关采取迅速的行动打压 正在日益崛起的反政府情绪 当局认为这种情绪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威胁 孙文广教授被强迫失踪已经三天 中国国内外的人权活动人士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这位84岁的教授 他们担心中共当局会对他实行酷刑 对他提出刑事指控或酷刑间指控 活动人士还敦促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改变其政治和司法体制 他们说中国政府正在继续滥用权力镇压异议人士 人权捍卫组织的共同发起人迈克尔卡斯特说 发现社会上有一点独立的生硬就予以打压 这绝对属于习近平当局的做法 孙文广被抓走与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有关 其中包括习近平的绝对权威形象近来受到来自体制内外的挑战 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则表示 这种事情也可能对中国当局构成一种安全方面的担心 卡斯特补充说 中国当局加强了对异议人士的打压 孙文广就成了一个明显的目标 因为他长期以来对政府提出批评 而且签署了零八宪章 那是有已故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牵头起草的宣言 鼓吹实行若干改革 最终实行分权 制定新宪法 在中国实行立法民主 最近中国出现假疫苗丑闻 中国又与美国发生贸易纠纷 经济形势吃紧 这些事情的发生 使批评者变得更加大胆 并公开质疑习近平的大权独揽 批评者包括北京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 他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 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人士对习近平的一次最尖锐的批评 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三报道说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生硬日渐消沉之际 许章润挑战了政治竞技 许章润敦促中国政府给1989年 要求民主的天安门抗议活动平反 要求中国全国人大代表投票恢复被取消的习近平国家主席的两届任期限制 目前许章润正在日本访问 很多人在等着看中国当局在他返回中国之后如何对待他 或者他是否会促使其他人也站出来大胆直言 在许章润之前 孙文广就一直大胆直言 这使他成为中共政府持续不断的骚扰目标 今年早些时候 中共山东大学党委做出裁决 将孙文广的退休金削减几乎一半 理由是他发表颠覆性言论 山东大学党委还发出威胁说 假如他继续对外国媒体发表谈话 就要把他的退休金全砍掉 孙文广有好长时间一直被严密监控 国安部门的人在他的家外安营扎寨 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中文部说 孙文广目前被积压在济南军区的燕子山宾馆 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 先后联系了济南公安局山大陆派出所 山东大学公安处及该校宣传部 济南市公安局宣传处和济南市外办等 但这些官方机构都不予评论 现在外界不清楚孙教授被积压的其他细节情况 人权活动人士担心当局下一步会如何处置孙教授 卡斯特说 中国的司法系统完全是服务于中共的意志 假如他们决定要给他罗知一些罪名 他们会罗知 或者他们会积压他一段不确定的时间 他说 孙文广可能会跟他一度的辩护律师王全璋一样 王全璋失踪了三年多没有任何音讯传出 尽管他据说是被关押在天津第一看守所 有一个以前的同事说是在那里见过他 王全璋的妻子说 有报道说 他的丈夫依然活着 身体和精神状况还可以 孙文广也有可能被迫在电视上认罪 人权捍卫组织发表的一份报告说 中国政府越来越依赖 非法强迫在压的人权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认罪来给国内外的观众看 并以此来震慑其他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 湖南的人权活动人士欧彪峰说 除此之外 孙文广还有可能面临与外国势力勾结的指控 欧彪峰说 至少他会受到警告或被软禁在家 或者当局可以捏造一些罪名给他 比如说他跟国外敌对势力勾结 他说 中国当局在镇压中国公民说真心话的时候是野蛮的 可笑的 邪恶的 包括记者无国界在内的国际人权组织已经联合起来表示支持孙文广 并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他 记者无国界发表声明说 这位教授以他的积极反对新闻审查和宣传而著称 记者无国界要求立即释放他 并强调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明文规定 台湾人权促进会的秘书长邱一龄说 中国现在或许更富裕了 但肯定没有更自由 中国政权加强了对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的镇压 逮捕律师使用高技术手段全面监控公众的网络言论和网下的言论 中国已经太过分了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国税总局整治阴阳合同税率飙至42%影圈 较苦连天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6日 法国广播电台报道 央视名嘴崔永元与影星范冰冰 私人恩怨扯出的大陆影圈 阴阳合同黑幕 经过两个月来的发酵 国家税务总局终于出手整治 于近日突然下达指令 对明星工作室等采取新税制 由原本的最低6.7% 一下子飙升至42% 本月一日已生效 并不缴今年头六个月税款 不准结业 摆明向影视圈讨债 苹果日报 引述香港电影制片 商HMV数码中国集团的肖定一表示 他已经收到大陆薪税制通知 相信有些北上的香港艺人会愿意 在片酬上做出让步 报道引述 某大陆电影公司高层说 以一亿元人民币聘请真子丹为例 制作公司在薪税之下 要多缴3100万元 由于成本大增 目前叫停最少70部影视作品 他不愤反问 这叫什么依法治国 始作俑者的崔永元 则告诉苹果日报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还不是冯小刚 刘振云 范冰冰的功劳 税务总局能听得尽我的话 国家 管他都费劲 我是复仇者 被强行变成背锅侠 至于事件的另一厢的范冰冰 据苹果日报报道 已遭官方封杀三年 任何电视剧及电影都不准找他拍摄 范在出事前 接拍的三部电影已全部换角 其中阴阳司由周迅代替 为整顿备受诟病的天价片酬问题 国家广电总局局长聂晨席 在今年4月4日已强调 林荣忍 对违背这一原则的演员天价片酬 要从准入 购销 播出各个环节 坚决予以制止 事件源于崔永元与范冰冰交恶 崔大爆范冰冰 阴阳合同的黑幕 指范冰冰工作三天收2000万片酬 但阴阳合同将片酬各分一半 阳合同的1000万片酬 用作缴税的根据 阴合同的1000万 全数进入范冰冰的银行账户 阴阳合同穿帮之后 全国群情汹涌 官方借口整顿娱乐圈 紧接国家税务总局接力 在近日向明星工作室等 执行新税制 几乎所有艺人 编剧和制作公司等 无一信免 香港的制片 商销定义说 他会观察一段时候 才敢再开拍电戏 因为风险大了很多 可能演员同工作人员 都要让步 不可以将税款 完全转嫁给出品方 香港艺人近年 纷纷北上拍剧拍电影 甚至拍摄电视真人骚 收入盘满钵满 由于大陆市场大 加上税率又不高 一线影星如周润发 梁朝伟 刘德华等艺人签约时 除税后的数千万身价 甚至在香港半红不黑的艺人 如刘凯威 中汉良及陈伟廷等 收入都也如猪龙入水 而王祖兰等更开制作公司 签了一批艺人 助他们在内地发展 薪水制令整个娱乐圈 较苦连天 有大型制作公司高层张先生向披露 目前已有30套电视剧叫停 40几部电影不开拍 对影视圈影响极大 他指出 以往投资者请艺人拍戏都是用税后价 假设我们请真子丹要给1亿元 连1000万税就是1.1亿 但现在1亿要付4200万税款 足足多了3100万 还有其他幕后制作人税款一样 要由出品方支付 他强调说 假如新税项 有同样由投资者付出 我相信不会再有人投资拍戏 现实有大陆明星大减片酬 愿意弃折收费 但有大陆电影公司不满新政策 有老板说 纵使改例也应有过渡期 最快2019年才执行 怎可能有这一招 强迫我们交回上半年的差额税项 国家这样做是违法的 叫什么依法治国呢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葡萄牙经济被中国人接管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6日 德国之声报道 前些年 深陷债务危机的葡萄牙 在欧盟委员会 欧洲央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下 执行了严格的财政紧缩措施 中国投资者则抓住了这一机会 收购了许多葡萄牙企业 现在中国资本还有一全资收购该国最大的电力供应商 这个西南欧国家的政治与经济是否过于依赖中国 葡萄牙电力集团 EDP是一家拥有2.5万余名员工的国有企业 不过 它很快就会属于中国人 已经持有EDP四分之一股份的中国三峡集团 目前在葡萄牙证券交易所提出了收购报价 准备完全收购这家企业 批评人士指出 中国正按照一份总规划来接管葡萄牙经济的关键行业 而葡萄牙政府则反驳说 中国投资者和其他外国投资者一样受欢迎 在其他欧洲国家 中国资本的收购热潮也引发了许多担忧和批评 德国的机器人 汽车行业的重点企业 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 都成为了中国投资者的目标 危机之中的葡萄牙政府则乐见中国资本的涌入 后者在财政紧缩政策期间 为葡萄牙经济提供了许多资金 中国投资者不仅仅收购了葡萄牙国有企业的股份 还逆潮流而动 收购了大量葡萄牙国债 欧洲最古老的保险公司之一葡萄牙中城保险集团 已经被来自中国的复兴国际收购 健康之光医疗集团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复兴国际还收购了葡萄牙商业银行的四分之一股份 中国海通证券则并购了葡萄牙圣灵投资银行 葡萄牙航空公司的部分股权也为中国海航集团所持有 甚至于葡萄牙国家电网的四分之一股份也为中国国家电网所持有 在葡萄牙南方的悉尼时 中资公司将扩建之前几乎废弃的深水港 葡萄牙中国工商会副会长塞罗迪奥说 中国人主要投资领域包括金融、保险、银行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在债务危机期间 中国资本为葡萄牙政府削减债务提供了许多帮助 这也进一步吸引了其他投资者 他指出中国投资者一方面为葡萄牙带来了急需的资金 同时也打造了良好的投资氛围 塞罗迪奥说 中国人利用了有利的时机大举进军葡萄牙 一些经济界专家则对中国资本大局涌入葡萄牙感到担忧 三峡集团有意收购葡萄牙电力集团 更是引发了大量批评 李斯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杜克说 全国最大的电力供应商被单一股东掌控 这从经济角度而言很不合理 令他感到惊讶的是 葡萄牙政府居然对这一收购企图无动于衷 而在一年前 李斯本当局还对美国财团收购葡萄牙航空的交易案亮了红灯 并牢牢握紧手中的50%股份 杜克认为 葡萄牙政府对葡萄牙电力集团并购案保持沉默 必然有政治因素 葡萄牙政府确实对中国资本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镇定 李斯本当局曾经否决过法国投资者收购葡萄牙一丝人电视台 但是却不反对澳门一企业收购葡萄牙全球媒体集团的30%股份 并成为后者的最大股东 杜克担心 长此以往 葡萄牙经济会对中国资本产生依赖性 在政治上也会受制于人 三峡集团试图收购葡萄牙电力集团的全部股份 这一桩交易涉及的不仅仅是中国与葡萄牙两国 葡萄牙电力在全球都有业务 其清洁能源电站甚至建到了南美和北美大陆 葡萄牙中国工商会副会长塞罗迪奥指出 这里也包括巴西电力市场等外资通常难以燃止的市场 而通过葡萄牙 中国人将能够更有力的挺进这些市场 不过 这笔交易是否能够成功 目前还是未知数 支持政府的左翼政党以及工会组织 现在也要求当局将国资控股比例提升到50%以上 而且在三峡集团首次提出收购邀约之后 葡萄牙电力的股价涨势迅猛 这意味着中国国企需要更多的资金才能完成收购 此外美国方面也对这一收购案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毕竟葡萄牙电力集团也在美国市场运作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场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击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 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 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 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您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点击明镜之声APP 左上角的目录标志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活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活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